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现在胡说八道 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要 想必各位都很好奇 我为什么不在这儿吗 这是我的定婚宴 你这个闲杂人 你最好还是先出去 闲杂人等不敢当 我只是来还各位一个真相 顺便问问各位同众 一个通过卑鄙手段上位的人 能否放心地 把集团托付给他 论卑鄙 还是二哥你自己制造的假死 跟令人瞠目结设吧 想要杀人灭狂的人 杀人 给我按这么大罪名 证据你 造谣可是就要证据啊 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想要掩饰座位吗 敏玥 这份录音我也可以伪造 父亲现在正在危机关头 他老人家最后交代了我 希望能够掌控集团股份 和实权的人是我 带负了各位多明智得很 也都纷纷明白我父亲的心意 都推举我为集团的负责人 至于你 你有什么 你拿什么更卡吧 怎么办 没事吧 爸 还真呀 来 来 我们去那边拍 快 爸 你怎么行啊 再不行 我最宠爱的小儿子 马上就一手遮天 把我大半辈子打下的基业给毁掉 最宠爱 我看是最瞧不上 最不受器重的那个了 爸 二十多年了 凭什么 凭什么谈林悦 就是在好好经营你的事业 我林慎 又只是个会败光你基业的败家子 凭什么谈林悦这个样子 有资格继承的集团 而我林慎 就只能够像阿猫阿狗一样 靠你们垂帘活着 出口 你这个逆子 你要是再出言不逊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不客气 好啊 你们谁都可以对我不客气 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 这个集团我持有的股份最多 这个集团就是我的 这一点谁也还都不了 林慎 你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一个孩子 所以大家都偏爱你 但是没想到 居然把你宠溺成这样了 让你是非不分 为了一己之私 残害手足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孩子 各位 我林天 今天郑重地宣布 我把我手上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无条件地转让给林悦 虽然说比不上 这个逆子手上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但是人心向背 不在于股权的多少 而是在于 能不能以德服务 我这儿还有百分之十 都转给林悦 这样林悦就有百分之三十了 哥 你疯了 你把股份转给那个养子 林尚 他跟你一样 都是我弟 回头吧 我告诉你 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打算回头 好 现在我们的股份 顶多三十支平 爸 您看您已经大把年纪了 身体也不好 不如把公司交给我 你那么利益寻心 我是不可能 把集团交到你的手上的 你那么利益寻心 好 那就让在场所有的股东投票 谁去谁留 自然建立墙 不用 古安心 你一個外人 這裡沒有你說話的分 我有集團的股份 我也算是集團的股東 我手上有林伯父 贈給我媽媽的 百分之五的股份 加上我的百分之五 我們應該比你 夠有話語權了吧 還區區百分之五 在座所有股東的持股總和 共計百分之二十 更何況我們已經達成了共識 對於林氏集團的未來 做出了更好的規劃 你們不必覺得遺憾 畢竟林氏集團 在你們的手上 只會繼續墨守成歸 一步步自取的魔物 交給我 才是最後的想法 林遠 來 扶我起來 來 謝謝 各位股東 我林天 有幾句話想對大家說 各位都是 陪我林天從一無所有 開始創業打拼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夥伴們 我林天 教祖吳芳把大家牽扯進 這次風波裡頭 我林天向大家鞠躬比起來的 我相信現場的好多股東們 對林氏集團的熱愛 可能會超過我林天本人 所以現在大家也明白 在這個節骨眼上 林氏集團最需要的是什麼 希望大家能夠像往常一樣 做出你們最明智的選擇 為了大家共同的集團 我林天 謝謝大家 我 支持領域 我也支持領域 還有我 我也是 我也支持領域 我也支持 還有我 我也是 支持領域 我也支持領域 我也支持領域 支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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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支持領域 支持領域 支持領域 支持領域走 我也是 我也支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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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領域 我也支持林渊 支持林渊 还有我 支持林渊 支持林渊 我也是 支持林渊 支持林渊 我也支持林渊 还有我 我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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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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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林渊 支持林渊 真是一出好戏了 你早就准备好了对吧 要彻底让我身败名列才甘心 明远够狠 我输了 为什么不能输 孩子啊 不会是疼吧 小胜 对于你们之前做的事 我们已经报警了 你主动认罪的话 都还来得及 哥 爸怎么样了 爸的CT显示有脑瘤 现在正在那边掐酒 脑瘤怎么会这样 我怪我 我一直想着亲儿和妈的事 我甚至都没发现爸在现在 我怪我 哥 你不用太自责 没有人为你发生这种事情的 那馨儿呢 馨儿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我 我妈她 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些 现在也住院了 警方注意到的状态 稳定一点了 继续调查 医生怎么样 顾虎先生的手术很成功 不过会后遇症 后遇症 因为这个肿瘤啊 长期压迫着脑神经 顾虎先生的喊拿铁 和皮静之类 也发生了营锁 准确地盗塞的原因 顾虎先生患上的 阿尔兹喊的症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人时代 谢谢你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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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没事 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吧 我都还没有告诉她事情的真相 她的记忆里居然没有吗 那我们就好好陪陪她 让她当下的回忆 都是美好的 妈 我来看你了 我跟医生说过了 爸的伤势恢复得很好 月底应该出院 妈 一会儿呢 警察会来 他们希望我们配合调查 妈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一步 开始出错的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起回到正轨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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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凉了 我再去给你热一下 听说人的一生中 有两种人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 一种是帮助过我的人 一种是把我逼入困境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遇到这两种人 偏偏是同一个人 我有多恨你 就希望你有多快能好起来 我要听你亲口跟我解释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如果害一个人的理由 这么难想的话 你当初为什么那么快地 就做了决定 你一直在害人的 Maja 接下来该去哪儿 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怎么不直接处理掉我 警察和法律会处理掉你 作词 就是可惜了 你这一副好身手 那你就不帮我跑了 我五哥到现在 可还没看错过人 出来以后电话找我 不出意外的话 八十年后我都还在 就是 爸现在记得的 都是些年轻时候的事情 对了 我已经办了休学的事情了 过两天复职就下来 家里现在离不开我 故事集团也离不开我 事业和学业 终究是不能两全 其实爸这边我可以照顾的 我现在只想 爸这一生的心血和事业 不够危遇危机 还有我妈那边也不太乐观 我也想多陪陪她 说实话 让我现在原谅她 不太可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也希望她能够重新开始 对了 你住的房间已经按照你 之前住的时候的习惯 重新收拾好了 这里永远有属于你的一个家 当哥哥的责任 我可是会履行到底的 这一切都不适合 她就订阅 她说实话 还是不适合她 你认识才不适合她 找她 也承计是吧 那么多次 你承认她 去玉米 你なんと 其实这句话 我早就应该说了 只是我一直仰仗着父母的溺爱 把这当成理所当然 我得自以为是 狭隘自私 给你和雨果带来的伤害 是无论多少句道歉 多少愧疚 都没有办法弥补的 以后呢 叫我一次钱 就可以抵消十次对不起 立刻生效 希望我们都能过上 自己想要的日子 好 谢谢 谢谢 爸 回来了 爸 你身体还好吗 要不要再去医院看看 我的身体啊 我心里最有数 没事 对不起 爸 临生从小 我以后 被一家人宠着长大 他可真是被宠坏了 如果说他只是给予家产 我是不会亏待他的 但是他现在干出这种 伤天害理 谋害至亲的事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爸 我觉得弟弟还年轻 只要他肯真心悔过 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原来一直认为 林家的男人 要鼓励狼性教育 要培养他们那种 举暗思维的竞争意识 结果呢 使得其烦 对他 我真的是教自无放啊 这一切 这一切 都是我这个不成之的父亲造成的 爸 您在我们心里 是个伟大的父亲 一直都是 这一切 那是每个众子你都可以 而且是 这个众子 那个众子 他的众子 我都不认识了 你特别是 怎么说 你都不认识了 你特别是 我特别是 谁都不认识了 我特别是 我特别是 你说什么呢 大哥 这儿就交给你了 我爸都说了 集团交给你哪里 再说 我这全球游的机票都订好 这就是打扰我潇洒的节奏 灵氏集团更需要的是你 爸只是说交给我来处理 但处理方式由我来定 所以 灵氏集团就交给你了 你呢 建立5G物流操 实现灵氏计划 创办一个能给人们带来 更好生活的新位 这才是我的目标和理想 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你早说呀 我这装修风格都变成你最喜欢的了 你看后面几张照片 我对着他们每天工作 我哪儿来的灵感啊 我 我这装修风格 我这装修风格 什么审美 我这装修风格 就像瘋一樣,自由散漫 你嚇到了嗎? 剛才都是放屁 我們工作範圍非常輕鬆 我們的宗旨就是在一月中唱歌 好,今天就下班了 等你們明天上班,趕快就知道了 後續的合作意識和計劃都會盡快展開 我其實更好奇 你跟安心以後的計劃是什麼 你就是作為哥哥的關心嗎? 作為一個以前愛過的人 以後會一直愛著他的哥哥 這樣我感覺我的處境還挺危險的 有點危機感,沒什麼不好的 你放心 安心在我這裡是我的愛人 這是我的親人 你幹嘛呢? 雙正經客套衣服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我根本就不會 本來家裡就已經有一個老闆了 我好好畫我的漫畫不就行了嗎? 慢慢學吧 安心大畫家 我撕古風漫畫一不小心剪刀王爺了 但新本已經提上日程了 但是必須要改名 順便讓現在已經有盜版狀目了 行 老闆,老闆娘 讓本苦工回去好好想想,行嗎? 加油 好 小老闆娘,該回家了吧? 我算是這兒的老闆之一 照理說 你應該是小老闆娘 不是小老闆娘 我們是小老闆娘 我們是談戀愛 又不是打怪聲音做任務 我們是談戀愛 真是習慣 其實吧 說是密集約會 不過就是想 因補之前我們錯過的時間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沒有說過 很多事情 没有做过 现在这样 那我们慢慢来吧 反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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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应该很失望吧 很失望 但是我心里的揪心 和疑问 全部都没有耳朵 很踏实 这一切都是我救我自去 你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啊 我不会再纠缠拖累你 这些日子 我一直会回想起 我们小时候的时间 那些 我今天 只用为了写完的作业 和考试而烦恼 单纯而美好的时光 我也会想着 假如说 一切都可以重来 我一天里面的那个人是你 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 对不起 我现在终于可以隐瞒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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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明白的 我怎么会不明白 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 每天清晨醒过来 有事情可以做 有地方可以去 有一个需要我的人 在等着我 怎么你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及时出现 我想要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想要为她解开心结 想要她可以不要再担忧 不要再害怕 想要她也可以每天 很简单 很快乐 可以轻轻地去笑 你知道吗 这件事对于我而言 就是对幸福的事情 我不配给你幸福 我也不希望 您看见了我丑陋的过去 却还依然选择站在我的身边 反正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我已经很幸福了 林舍 你看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独自等待我的那些日子 让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给你 我也希望有一天 看你回头看看我 你只要点一个头 我也可以义无反复地 替你加速狂奔 幸福对于我来说 就像天上的月亮 美好 皎洁 为了能够走近她 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年 现在 我终于站在她的身边 并且牵着她的手 陪她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变老 一想到这 我觉得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要幸福 而我 也一定会带给她幸福 所以不要让我等太久 更快 我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见 你下期见 我们下期待 你今天超快签到没有啊 签了吧 我昨天跟你说的半圈体 给你记住没有 背下来了 顾叠爱撑 应援色紧防备状 应援打绑手尾分段冲刺 不能硬组CP 避免蹭别加热组 背蹭也绝不手软 爬枪别加不换号着 你简直偏顾一点 发现奇迹 行了 安心别拍了 够好看了 没拍 我是看看牙上 有没有什么菜印什么的 毕竟是公众人物 看我这个笑容 好嘞 我的带回你去 你今天任务就是 全部给我签完 就你这些签了名的不打折 不签名的打折 多签一本 多赚九块六毛三 那我明白了 我不吃不喝也把它给签了 姐姐 馨儿 恭喜你啊 新书发售 也要恭喜你啊 我看到新闻了 菜鸟驿站开发了最新取货功能 获得了最佳物流技术奖 恭喜 这都要多谢玉哥哥的技术支持啊 他能帮你什么呀 你们现在驿站是遍地开花 而且有这么大的规模 还是因为你的能力够好 对了 你有看吗 你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 你的漫画我全都看完了 你里面是不是有个人物 就是按照我改变的呀 谢谢你啊 给了他一个这么美好的结局 现实生活中 你也是值得被挨的 等会儿 你拿一本走吧 好 安心 林总今天到机场以后突然失踪了 本来在公司有过一行程 现在完全联系不上 你看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找找 我有点急事 你们先 先待在这儿啊 林月 林月你在家吗 林月 你最好没事 要不然你麻烦就大了 好 小姐 我们附近超市啊 在搞抽奖活动 来 抽一个吧 来 抽一张吧 不不不不 我有急事 来 抽一个吧 我真的有急事 我真是高的 抽一个吧 您就抽一个吧 好 谢谢啊 预备 唱 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不好的精彩 理我人不乖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超级豪华现金大礼包 价值八百八十八元 恭喜你啊 八百八十八 这么巧 我确实是有急事 我先走了 那太好了 有位先生 他交代我了 如果您没有愿意跟我走 就让我把这个快递 交到您的手中 什么快递 我的小摩托 请把自己准时送到目的地 我怎么不知道目的地啊 好 谢谢 卓言 我以为是 你解决的举起来 穿过着风 好 谢谢 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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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哪儿去了您 担心死了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什么话 我想对你说 我不是一个喜欢意外的人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 都是万事俱备 就像你说的 像是秋雨 突然之间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人 让我这么觉得 我这么的没有准备好 这个人就是你 小时候我们因为一次意外擦肩而过 走 小毛豆 我又不会来找你的 长大之后又因为一次意外而重逢 谢谢啊 但是我很珍惜这些意外 我想 也许我做的所有准备 就是为了让我再次遇见 和你在一起之后 我做了一些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以后能不能多研究一点吃的 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 你所谓的体验 是忽略了我所有的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也好 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 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 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也好 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 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你的事情 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 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是为了保护你 我都充满勇气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所有 来守护你 这样子 אני愿意要求你 您 Sweat 还是要它 你钟我们家俩小 有什么必须 比我遇上她 因为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会很安心你 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小的样子看久了 还挺可爱的 愤你个头 所以 顾安心小姐 顾安心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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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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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这边 对 这个是大鱼等鱼 这个呢 在这儿 懂了吗 我的天哪 你也太会话了吧 这谁教你的 爸爸教你的吗 小吉小利 为什么要取这么土的名字 哪里土了 小吉小利 长大了之后就会变成大吉大利 多好的寓意啊 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咱俩的孩子了 要是智商随你可怎么办 肯定随我呀 拜托